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健康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从个体因素到他周围的自然影响因素和社会影响因素 包括环境对个体的影响 个体对个体的影响 群体和社会对个体的影响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医院安全管理 就是属于卫生系统对个体的影响 医院在本质上是一个服务性机构 但是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人 各种各样的设备仪器 所以医院也可以说是一个精密复杂的系统 针对医院的安全管理也是一个复杂细致的工作 医院不安全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 它不仅存在于医院本身 也包括医院以外的广泛因素 医院安全管理是指通过对医院有效科学的管理 保证医务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 以及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 不受医院内在不良因素的影响和伤害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既指出了医院安全管理的对象 既包括医务人员也包括他们的服务对象 也就是既有医生护士医院其他的工作人员 又有病人家属或者他们的陪伴者 而医院安全管理的内容 既包括了一般意义上的安全管理 也包括了医疗上的安全管理 另外我们还可以按医院安全管理的对象 将其分为对医院内硬件的安全管理 对医院内软件的安全管理 以及对医院内人员的安全管理 医院内硬件的安全管理 包括对水电煤气建筑设施 医疗器械 药物安全 实验室安全 医疗废弃物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管理等 那么软件的安全管理 主要是指对医疗规章制度 比如包括对就诊 住院 会诊 转诊 出院 随诊 等这些医疗服务流程的管理 对服务规范 服务态度 住院安全管理 护理安全 手术安全管理 还有信息档案的管理等等 那么对医院内人员的管理 则包括对医务人员 职工的安全培训 劳动保护等 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安全提示 治疗指导 护理咨询 健康教育等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 人们可能认为 医院的安全管理工作 是属于医院行政管理阶层的工作 但是呢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单纯依靠行政人员 已经无法胜任安全管理的工作 越来越多的工作 需要各部门的协调合作 尤其是临床医务人员 在其中担任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比如 由于现代医学的分工越来越细 在复杂的医疗行为过程中 对各种专业技术和医生的个人素质要求 也越来越高 而且医疗技术的发展 使寝息性的检查和治疗 也变得越来越多 加上各个患者的个体反应 也多种多样 这就造成了 医疗不安全的可能性才增大 另外 随着各种新式药物的上市 那么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的情况 也越来越多 并且变得更加的复杂 再有 随着病人自主意识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注意维护自己的消费者权益 这些都为我们提高 医院安全管理的质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说 医院安全管理是医院管理的核心内容 是全面提升医疗质量的关键 是实现优质医疗服务的基础 如果没有安全的医疗环境 我们还谈什么医疗服务呢 对不对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医院中都有哪些有害因素 我们可以根据来源性质 把医院中的有害因素分成四类 分别是 专业性的有害因素 环境有害因素 医院管理因素和医院社会因素 医院专业因素 又称为医院性因素 主要是指医务人员在专业操作工程中的不当或过时造成 给患者造成的不安全感或者不安全结果 由于医院专业因素是临床上造成患者医疗不安全的主要因素 引起的不安全后果也较为严重 比如医务人员业务水平不合格 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误诊 漏诊 用药不当和医疗事故 还有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过度医疗 医务人员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不合格 导致的服务态度不好 收取红包等现象 以及针对医护人员的职业性损伤 比如锐气伤 刺伤 割伤等 都属于医院专业因素的范畴 医院环境因素是指 医院建筑卫生 卫生工程 消毒隔离 环境卫生 食品卫生 作业劳动卫生等诸多环境卫生学因素 对患者和医务人员健康和安全的潜在威胁 比如说 由于医院中的患者是属于免疫力低下 运动功能或精神健康存在障碍的人群 所以容易出现医院内感染 伤害事故增多的几率 另外 医院内存在着各种医疗设施和建筑设施 容易出现放射暴露 火灾 水电煤气泄漏等事故 医院管理因素是指 由于医院的各项组织管理措施不到位 那么运行机制不顺畅等原因 造成患者或医务人员安全受到威胁的因素 比如管理制度不健全 岗位责任制不明确 工作职责不清晰 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 新人的港前培训和在职人员的再教育不到位等等 而医院的社会因素 是指可能引发患者和医务人员健康危害的 与医院相关的外界社会因素 比如医患矛盾 医疗纠纷 甚至是医院暴力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卫生投入的不足 导致医院 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基础设施发展落后 医疗设备配置不全 就医环境恶劣 使得医院内的有害因素长期存在 基层医院的这种落后状态 又使得患者不愿意去基层医院就诊 而是涌入了三级医院 导致医院和医务人员 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装状态 这样也构成了对患者和医务人员的潜在危害 还有 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着 对医务工作者的偏见和不信任 这也导致医务工作者出现怕犯错误的顾虑 对病人采取重复检查和保守性诊疗等不恰当措施 导致患者的利益受到侵害 而患者和家属对医务人员的不理解 不满又导致了医院暴力事件 甚至是医闹等现象 严重干扰了医院的正常工作 影响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 同时也影响患者的正常的诊疗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防范措施 以避免不良事件的出现呢 首先我们谈一谈针对患者 应该采取的防范措施 患者安全是指卫生保健相关的 不必要的伤害风险 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 我们知道 医院是不可能把所有患者都治愈的 而且由于医院环境的复杂性 要想完全杜绝医疗不良事件的发生 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报道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 每500个就诊患者中 就有一人死于医疗不良事件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减少并降低风险 并且最大化地从不良事件中集起经验 在这里同学们会发现一个专业词汇 那就是医疗不良事件 它是指由于医疗行为本身造成患者治疗时间延长 或者在离开医院时 仍然带有某种程度的残障或者死亡 这里的治疗时间延长 残障死亡 都是由于医院治疗引起的 而不是因为患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患者安全是医院安全管理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减少的 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倡 在其成员国内推行对新入职医师 或者实习医师的患者安全培训工作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 由于医疗保健服务所导致的患者安全不良事故 发生的原因并不是有人故意伤害患者 每一位患者的治疗结果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 而不是一个医生或者护士的能力所能控制的 一个患者进入医院 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员 参与到他的诊断治疗康复过程中去 比如医生、护士、药剂师、放射科检验人员 化验科实验室人员 甚至卫生清洁员、食堂工作人员等等 所以在医院这个复杂的系统中 必须要确保其中 才能确保为患者提供安全的服务 那么如何确保这种安全协调和有序呢? 下面我们来谈谈几个理论 首先用系统性思维来保证患者的安全 也就是说 把一所医疗保健机构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或者是一部机器 这个系统由组织、部门、科室 以及各类的服务场所组成 同时也形成患者、照料者、专业人员、后勤人员、管理者和社区成员等人与人之间 各种医疗和非医疗服务之间 以及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和药品供应之间复杂的关系 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分析患者安全问题的原因时 除了考虑个人的职责外 更应该深挖系统内部其他成分的缺陷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家 James Reason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瑞士奶酪模型 他认为 医疗不良事件的发生 就像是把好几片奶酪叠放在一起 当一片奶酪有空洞的时候 你是看不穿它的 只有当所有的奶酪的空洞恰好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穿它们 在一个医疗机构中 只有部门、人员的安全隐患恰好在同一时间出现时 医疗不良事件才会出现 避免事故出现的方法就是采用系统思维的思路 给参与医疗卫生服务的每一个层面都设置一个保护措施 或者说消除掉每一个层面的安全隐患 这样才能彻底杜绝不良事件的发生 应用系统思维的方法还提示我们应该纠正指责文化 也就是当出现不良事件时 我们往往习惯于将责任归咎于直接涉及该事件的某个人或某些人 并给予处罚 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下一次避免类似的错误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这次被处罚了的人只不过是倒霉地成为了奶酪的最后一层 下一次其他人还可能会成为替罪羊 所以我们不但应该处理直接涉事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检查一下 这是不是系统原因造成的 从而找到系统中存在的潜在风险 从而避免后续错误的出现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如何从技术层面来保证患者安全 首先是人体功效学与患者安全 我们说人体功效学是研究人工具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求达到最优化的一门学科 也可以说人体功效学是研究所有能够使正确工作 更加容易开展的科学 比如说我们在操作一台机器时 需要经过32道流程才能完成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错误 但是如果我们将机器改进设计之后 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能够完成 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出现错误了 我们说在处理一件事情时 操作者越多 程序越复杂 那么出现错误的几率就会越大 所以人体功效学是针对机器设备 工作条件的目的是尽量减小随机错误出现的几率 另一种安全相关制度主要是指对医疗规则制定 操作流程的优化来减少错误的发生 比如针对护理工作的三查期对 也就是说操作前查 操作中查 操作后查 对床号 对姓名 对药名 对剂量 对时间 对浓度 对用法 又如针对药剂师的四查 十对等等 还有临床实验室的危机值报告制度 也就是说 当临床上出现检验结果说明患者可能正处于生命危险的边缘状态时 这个时候应该及时有效地报告给患者的主观医生 使之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患者的安全 所以安全相关制度是面向医疗操作者的 其目的是避免系统性错误的发生 所以呢 前面的人体功效学是减小随机错误 因为随机错误是不可能避免的 而安全制度是避免系统性错误 而系统性错误是可以完全杜绝的 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需要强调的就是有效的沟通 这里既包括医疗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 也包括医务人员与患者以及他们家属的有效沟通 通过与患者的沟通 我们可以获得有利于诊断和治疗的重要信息 同时患者也具有知情同意权 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治疗方案 并且能更好地配合治疗 还能减轻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 另外 通常患者更专注于自身的病情 很多时候往往都是患者自己发现了治疗中的一些异常现象 比如他们会告诉医生或者护士 怎么今天用药之后我感觉不太舒服呢 或者今天的一个药怎么跟昨天的颜色不一样呢 等等 这些都提示我们是不是用错药了 从而避免错误的发生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医务人员的安全防范 医院安全管理不仅仅只针对患者 医院作为医务人员的工作地点 它里面存在的危险因素 同样也威胁着医生护士等人的安全 所以医院安全管理也成为了职业危害防护的一部分 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环境中的危险因素 主要有物理因素 化学因素 生物因素 社会心理因素等与工作有关的因素 物理因素比如被医疗器械划伤 刺伤 在放射性诊断检查和治疗中遭到辐射 在医院中发生跌倒伤害等等 那么化学因素主要有细胞毒性药物和化学消毒剂两类 可由呼吸道吸入 经皮肤粘膜接触吸收 或间接经口摄入 而生物因素更加普遍 主要是指各种病原体对医务工作者健康的危害 那么社会心理因素就更加复杂多样 比如包括医务工作者自身 由于工作压力 复杂的人际关系导致的紧张 焦虑 疲劳等精神卫生问题 另外 由于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 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出现大量的医患纠纷 甚至暴力事件 给医务人员 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和人身伤害 针对这些危害因素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 例如 通过采用人体功效学的方法 简化操作流程 优化操作器械 以防止物理伤害的发生 再比如 现在有些临床上 已经采用了无针注射器 或者带有安全防护装置的针具 从而避免了操作中 对医务人员的伤害 另外 通过戴防护口罩 手套 工作帽 鞋套 穿工作服 防护服或者隔离衣 等有效的防护措施 通过严格遵守安全操作守则 并采取预防性措施 也能够有效地预防 化学性有害因素 并将生物性有害因素的危险 降到最低 对于当前社会反应强烈的 医院暴力事件 除了我们国家和政府 需要在一些深层次的体制上 着手之外 医院也应该加强与媒体的沟通 使媒体能够公正客观地反映事实的真相 还原医患纠纷的本来面目 唤醒公众的支持与理解 另外 我们医务人员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加强安全保卫措施 更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医患沟通的能力 能够积极地化解医患矛盾 从源头上避免事态的恶化 好的 今天我们关于医院安全管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